看看康瑞颱風第一爆 也就是海上颱風警報 在剛剛五點半發布了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康瑞颱風 極確逐漸在進逼台灣當中 現在過去三個小時 我們看到它整個暴風圈 又更擴大了 目前是暴風圈 七級暴風圈280公里 強度也又略為增強了 那麼因此差不多在明天下午 明天傍晚的時候 整個暴風圈就進入到了巴士海峽 那麼因此現在氣象鼠第一爆 海上颱風警報 主要就是針對巴士海峽 跟東南部海域 那麼事實上颱風 只是逐漸在靠近而已 事實上今天在風跟浪的部分 已經非常有感了 因為在蘭嶼 已經今天就出現了 12級的強震風 另外包括了蘭嶼 還有澎湖甚至屏東滿洲 也都已經出現10級的強震風 海面上的風浪明顯逐漸增強 因為在整個東南部海域 還有就是包括了 這個恆春半島這邊 其實都已經有將近3.5 到4米左右這樣的一個浪高 好了 那接下來大家最關心的就是 到底颱風什麼時候會登陸 而且從哪邊登陸 從昨天一直到今天 事實上大家都一直搖搖擺擺 不過目前以中央氣象署 最新一爆的路徑顯示 目前中央氣象署是認為 在南台東地區登陸的機率 是稍微比較高一點的 不過這一條路徑難道 就已經是確定的嗎 事實上還是會有變數 因此從今天到明天來看的話 事實上到底是在台東 還是在恆春半島 或者是在花蓮 其實都是有機會 以中央氣象署 還有世界各國的看法 目前在花蓮以南 其實登陸的機率都是有機會的 那麼又以台東的登陸機率 是相當高 什麼時候風雨會進來 事實上禮拜三開始外圍環流 就開始影響了 所以從明天深夜開始 尤其在北台灣 還有東半部地區 就會風雨逐漸的增強 當然禮拜四跟禮拜五 就是整個康瑞颱風 影響台灣最為明顯的時刻 幾個重要的時間點 我們要來告訴大家 因為在剛剛中央氣象署 發布了海上颱風警報 那麼在暴風圈 接觸台灣海警線 差不多就是在 明天下午4點左右 那麼中心登陸是什麼時間 中心的登陸預計 是在禮拜四的下午3點前後 那麼這期間暴風圈又以明天 也就是明天深夜的時候 就會接觸到 台灣恆春半島的陸地了 那麼進一步來看的話 什麼時候會出海 目前如果按照中央氣象署 整個颱風的路徑 還有它的速度不變的話 那麼預計出海 會落在禮拜五的清晨 至於颱風脫離暴風圈 本島脫離暴風圈 差不多是在禮拜五的中午 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整個風雨最大的時間點 將會從這個禮拜四的下午 到禮拜五的清晨這一段時間 是康瑞颱風風雨最劇烈的時候 那麼因此下一張圖 我們就要來明顯的告訴大家 以今天來說的話 以明天來講的話 要注意了 明天外圍環流影響 而且再加上暴風圈 在明天深夜就會接觸 到台灣東半部的陸地 那麼因此整個北部跟東半部 要注意了風跟雨 明天是越晚越明顯的 那麼在禮拜四到禮拜五的清晨 尤其禮拜四一整天 到禮拜五的清晨 都是風雨最劇烈的時候 目前來看的話 整個東半部地區到恆春半島 甚至都會有超大豪雨 以上降的一個雨量 那麼颱風過山之後 整個西半部的風雨 也會明顯的增強 所以要特別呼籲 這個颱風它的風跟雨 都不容小覷 甚至尤其在藍雨跟綠島 登陸點周遭 都有可能出現破壞性的 17級強陣風 也因此特別提醒觀眾朋友 趕緊做好防台的準備 時間交還給雨書 如果說以我們目前的預測上面 資料上面的變化不大的話 我們預估在今天超晚的5點40分 就會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而在明天的凌晨到上午左右 也可能會發布到陸上的颱風警報 我們先來看到目前的颱風現況 從微星雲圖上可以看到 其實今天台灣附近的環境 大致還是以東北風影響 在迎風面的大台北 以及宜蘭這一帶 雲量稍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而至於在颱風的部分 其實目前的距離我們的位置 大約770公里的海面上 這個颱風在今天下午2點 近中心的最大風速 增強來到40公尺每秒 而未來會逐漸的往台灣的 東南部的海域這邊移動 我們從路徑的潛式預測圖上 可以看到 這個是今天下午2點的位置 而隨著它逐漸的接近 到了明天周三的下午2點 會來到菲律賓的東北方近海 而到了周四左右 其實從周四的白天開始 接近到我們的陸地附近 而且在到了中午的清晨 就會通過台灣的上空 並且來到台灣的海峽這一帶 也因此在周三的晚間 周四一整天到周五的清晨 是這個颱風距離我們最接近 而且影響最明顯的時候 屆時台灣附近 其實目前的風浪都已經 沿海逐漸增大 而屆時台灣的附近海域的浪高 都會明顯地增大 沿海有強風 而颱風附近的強風 也可能會影響到 藍雨綠道以及東半部的這一帶 而隨著台灣附近的東北風 以及颱風的逐漸的接近 台灣附近各沿海的風跟浪 都會明顯地增大 我們看到在整個浪高的 預測視野圖上面 其實今天台灣附近的各海面 都已經有3到4米左右的浪高 並且未來隨著颱風的逐漸接近 還會再持續地增強 我們可以看到在周三這一天 各海面的浪高至少都有來到4米以上 而甚至在比較接近到 颱風附近的在台灣的 東南部的海域這一帶 整體的浪高還可以來到 接近到8米 而甚至到了週四週五這段期間 整個沿海的海域的浪高 都是明顯地偏強 尤其在東半部 恆春 還有蘭嶼 綠島這一帶的浪高 可以來到8到12米左右 海況是相當的惡劣 提醒大家 尤其在週三到週五這段期間 還有長浪發生的機率 所以說 非必妙的話 就避免前往海邊活動 而至於在路上強風的情形 氣象署還是持續發布 路上強風特報 整體的 風力的 從今天開始 在台灣附近的各沿海 都已經 空曠地區有來到10到11級 像是藍嶼綠島 來到10到11級左右 而其他的沿海空曠地區 像是桃園到雲林 還有澎湖以及馬祖這一帶 跟恆春半島 也有接近9到10級左右的 這種強風 而隨著颱風的逐漸接近 台灣附近的東北風 也會明顯地增強 所以在30到11月1號這段期間 都要特別留意 可能沿海會有來到 9到12級的 強風的情形 至於在台灣附近的天氣狀況呢 可以看到 今天台灣大致上面 還是以 吟風面的大台北這一帶的降雨為主 在颱風的外圍環流 還是比較影響在台灣的 東方外海這一帶 不過隨著颱風的逐漸接近 在吟風面的降雨 會逐漸的加劇 我們目前的 累積雨量上面來講 其實今天在中南部 和花東大致上面的 雨量都不多 不過呢 我們可以看到 從明天開始 隨著颱風的逐漸接近 在整個吟風面地區 整體的雨量都是顯著的增多 尤其呢 是越晚的 整體的這個降雨的雨勢 是越來越劇烈的 隨著颱風的接近 要注意在桃園伊北 宜蘭還有 晚起開始的 花東恆春這一帶 雨勢加劇 要注意有局部 好雨發生的情形 而至於在週四到週五的清晨 颱風的影響是最為的明顯 隨著颱風的中心呢 有機會再接近到 花東恆春的這一帶 並且通過登陸在陸地的上空 並且呢 在週五的清晨呢 逐漸地出海 所以這段期間 所帶來的風跟雨 都相當地明顯劇烈 在東半部地區 要嚴防局部豪雨 等級以上的降雨 也就是說 可能會有局部的大豪雨 或甚至超大豪雨出現 而至於呢 在北部地區 南部地區 還有中部山區 也可能會有局部的豪雨發生 至於在週四的晚間 到週五的清晨呢 我們在中部的這一帶 隨著颱風的中心 逐漸地通過到 台灣的中央山脈的西側 整體的風場 會比較轉成西南風 所以在中南部這一帶的雨勢 也會加劇 不排除有局部的大雨 或甚至來到 短延時的豪雨的情形 而至於呢 在週五的白天開始 雖然整體來說呢 台灣附近的水氣 比較明顯地稍微減少 但是隨著這個 西南風的影響之下 在我們的中南部這一帶 還是有局部大雨發生的機率 這個整體的降雨的雨勢 還是要看屆時颱風減弱的速度而定 所以這段期間 還是要留意局部的雨勢 至於在北部以及東半部地區 整體的雨量都比較減少了 而至於我們在後期展起的天氣 大致上面來講是一個東北季風 以及有一些南方雨性影響的天氣形態 所以說呢 一週裡面比較最明顯的降雨的情形呢 都是要留意在週三 尤其在晚間 一直到週四的一整天 還有週五的清晨的這段期間 因此我們總結提醒大家 從週三白天開始 颱風逐漸的接近 這段期間的風跟雨 還沒有來到後期的明顯偏大 所以還建議大家可以利用這段期間呢 做好防台的準備 那至於呢 從晚間開始一直到週五的清晨 就是這個颱風距我們最接近 影響最明顯的時候 風強雨大 所以要嚴防局部的好雨 以及強震風 提醒大家注意珠家的環境 注意先蘇冬溝渠以及避免前往山區活動 在山區受到長時間的這種明顯的降雨的情形影響之下 也有可能發生攤方或是落實的情形 也提醒大家屆時避免前往山區活動 那在強風方面呢 也提醒大家注意居家的環境 週台康瑞持續的增強 氣象鼠日估禮拜四 禮拜五影響最劇烈 到時候各地將會有明顯的降雨 新的紅外線衛星 你很明顯看到這康瑞颱風已經開演 代表它又再度增強而且變胖 那麼幾個重點蘊涵這邊提醒 預計再過半小時左右 氣象署就會針對康瑞颱風 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那麼預計在5點40分左右 氣象署也會做一個詳細說明 最快在明天清晨 就會針對這康瑞颱風 發布陸上颱風警報 假設這條路徑不變的話 目前路徑跟強度不變的狀態下 應該會是在禮拜四的下午從台東來做登陸 而禮拜四的中午到禮拜五的清晨 會是這顆康瑞颱風影響台灣最明顯的時刻 所以此刻是禮拜二的下午5點 還有一點時間 提醒觀眾朋友 這一顆康瑞颱風真的是來勢洶洶 我們從最新的衛星來看到 目前它的結構又是如何 你看到其實它整個結構已經相當扎實 再加上颱風也越來越清楚了 看到上颱有一些閃電的符號 這代表其實它的強度不斷在增強之外 它伴隨著整體的外圍環流 其實也伴隨著一些強降雨 還有累積正在逐漸接近台灣 我們要留意此刻它的近中心風速 來到了40每秒40公尺 那麼不排除接下來靠近台灣的時候 氣象署認為會來到每秒48公尺 也就是中台上限 但有些國家則是認為康瑞颱風也不排除 會以強台之支來影響到台灣 所以說我們才會反覆的警告各位 要留意這一顆康瑞颱風的最新狀況 接著我們來看到的是潛視路徑 掌握它最新的資訊 目前以最新一報來看 它是在恆春的東南方 770公里的海面上 而且速度比上一報來講加快了一點點 每小時17公里朝著台灣前進 那麼其實這條路徑 還有一定的不確定性 因為後方高壓 明顯這東退的速度比較慢一點點 所以它接下來的路徑 有可能會在台東這邊登陸嗎 有待觀察 那麼如果從台東登陸的話 那麼花東地區東半部 首當其衝 治災降雨就會來臨 但如果它路徑再往下濃一點的話 那麼南部的觀眾朋友就要警戒 帶來的風雨會比預期還要強 所以我們接下來看到這風場把時間拉到 一直反覆強調的禮拜四 也就週四的時候這康瑞颱風 這個風場圖是要告知各位 其實是在風力的部分 您看到當它登陸的瞬間 不僅僅是沿著這海面的東半部地區 風非常可觀之外 西半部的風力也相當驚人 那麼到時候在週四的時候 預估中心的風速可以來到13級以上 大家還記得三陀兒的颱風嗎 當時在南部地區 造成相當嚴重的災情 主要就是因為風也真的滿大的 所以這顆康瑞颱風 真的是不能掉以輕心 因為它不僅僅雨 可能釀成一些災害之外 風的部分也不容小覷 好 最後一週我們來看到 關於這顆康瑞颱風 究竟如何影響台灣 其實這氣象鼠是不斷上修 再上修它的降雨預測 從明天開始 隨著這康瑞颱風逐漸逼近 外圍環流開始影響 那麼要留意 包括迎封面的基隆北海岸 大台北地區 宜蘭地區 受到它的外圍環流影響 所以雨會開始進來 那麼首當其衝的東半部 在禮拜四開始 影響會相當的明顯可觀 而且你看到整個東半部 甚至南部部分縣市 整個是紫暴一片 就是因為受到這康瑞颱風的 這暴風圈影響 而且估計從禮拜四的一整天 一直到禮拜五清晨 就是康瑞颱風影響最明顯的時刻 東台灣會下起大豪雨 北部地區降雨持續 一直到禮拜五白天的時候 其實受到中央山脈的阻隔 那麼康瑞颱風會很快速的減落 預估禮拜五白天 如果路徑強度都不變的話 那麼很快它就會減落 中南部還是有可能 因為已經過山之後 甩進來的大雨 造成中南部會有一些局部降雨狀況 還有北東地區也是會降雨持續 但無論如何 這顆康瑞颱風折撲台灣而來 那麼它的環流又如此寬廣的狀態下 禮拜四這個時間點 各位觀眾朋友一定要持續警戒 以上是有關康瑞的最新動態 就把時間還給佩穎 好 各位觀眾 我們現在目前人就在台東市的中央市場 你可以看到這一間菜飯非常的多人 可以看到民眾一早就是來到這邊來搶菜 就是因為康瑞颱風就現在目前是持續的接近台灣當中 而且加上氣象鼠又預估台東的登陸機率是非常大的 因此很多民眾就可能怕颱風之後菜價可能會再漲 因此今天先來到這邊買菜 好 那剛剛我們有詢問到民眾說 現在目前覺得哪一些菜比較貴呢 包括像是高麗菜和牛番茄都有被點名 高麗菜目前一斤是49元 單顆還是要破2到300塊 那我們來聽一下稍早訪問 這都好貴喔 剛才什麼 青花菜啊 我看都很貴啦 你說便宜 好像沒有便宜多少 好 除此之外呢 還有像是小黃瓜跟苦瓜也有被民眾點名 原本一公斤可能都是100元 但是現在小黃瓜一公斤是170元 苦瓜則是一公斤200元 是有感的感覺到這個菜價是真的有變得比較貴 好 那麼氣象署他們也表示說 在今天最快晚上5點半的時候就會發布海警 那麼台灣最受影響的時間點 則會落在週四和週五 因此你可以看到呢 這間店現在目前是被民眾的擠滿 就是為了說怕颱風過後菜價會漲 因此今天一早趕快先來這邊買菜囤貨 好 那麼以上是我們在中央市場的最近狀況 把時間鏡頭交還棚內 好 主播各位觀眾 我們現在目前仍舊在台東的池上鄉 知名的景點博朗大道這邊 可以看到我現在雖然頭髮已經綁起來了 但是呢 現場的風勢還是真的很大 業者也說呢 其實跟昨天相比 今天這邊的風也是有明顯的增強 那你也可以看到呢 像我旁邊這邊 今天呢 還是有很多的遊客 來到現場這邊來拍照打卡 尤其像是你可以看到 現在鏡頭上面這個白色的相框 就是當地知名的打卡的地標 那很多遊客呢 就是擔心說 可能明後天風雨如果再增強的話 就沒有辦法來到這裡了 因此呢 是趁著今天下午 天氣還很好的時候趕快來到這邊 好 不過我們提到博朗大道這邊 其實周邊有很多自行車的業者 他們也有提到其實預約的狀況 也是有受到了影響 我們現在就來問問看老闆 老闆請問預約是有很多人取消嗎 昨天晚上就是開始有旅行社 跟家族旅行的團體打電話 來紛紛做取消的 大部分都是少的 將近快八成 對 那就是原本是很多人定位是不是 然後都直接都全部 因為這時候剛是我們秋收記 蠻多遊客在那邊遊玩 因為這次是颱風 就是大家都臨時做取消這樣子 好 謝謝 好 那我們可以聽到呢 像是自行車店的老闆 他就有提到說其實也是因為這一次 康瑞颱風來襲之前 很多的遊客都已經是取消定位了 因此他們也是造成了一些損失 那現在目前呢 氣象鼠也說最快 今天的五點半就會發布海景 那麼目前登陸台東的機率 還是非常高的 所以呢還是要提醒大家 雖然說現在台東天氣 看起來滿好的出大太陽 但是越晚風雨一定都會明顯的 再來增強 好 那麼以上是我們現場最近狀況 把時間交換棚內 康瑞颱風進逼 全台都有機會放到颱風架 不過這回康瑞 又跟月初的山陀兒颱風一樣 放颱風架的時間 卡在多數公司的發行日 就有網友哀嚎公司延遲發行 月底沒錢 生活過不下去 而浪漫部公布天災屬於特殊情況 工資如果延後發放 最好恢復上班日當天 就要盡快處理 覺得公司可能要做一點 硬硬的方案 就是說如果有可能會放颱風架的話 是不是看可以提早作業 還是怎麼樣的 應該是要提早發 會晚幾天發的話 那也是可以理解 大家還是要自己就是盡量不要月光 這樣子 根據勞基法規定 企業延遲發薪 等於沒有依照定期給付薪資 最高可面臨100萬元罰還 若企業必須要延遲發薪 企業必須跟員工達成協議 取得員工同意 才可以延遲發薪 公司端如果片面決定 也算處罰 可以依法被開罰 中間新聞綜合報導